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郑月 今年48岁 原本有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我和前夫是邻居 我们青梅竹马地长大 成年后又相爱结为了夫妻 我是名中学老师 老公在交通局工作 结婚的第二年我就生下了儿子 公婆老公和父母都很高兴 我生下儿子的时候 母亲跟婆婆都没有退休 婆婆主动内退帮我带孩子 婆婆用心伺候我做月子 生儿子的时候是大热天 婆婆每天都烧很多开水良好 硬是没有让我碰一滴冷水 婆婆让我做了双月子 说女人月子做好 年轻时不注意的地方才能养好 老了身体才能好 出了月子 我要帮着洗尿片 洗衣服 婆婆也不让 说再养一段时间 婆婆不仅不让我做 爱 还培养我老公带孩子 老公喂奶 给孩子换尿布 被婆婆培养的每一项都精通 修完产假 我回学校上班 儿子婆婆帮我带 我妈只要有时间也会来家里帮忙 学校的老师都很羡慕我 说我只贡献了一个肚子 其他事情 婆婆和妈妈老公都做了 我只负责美美地恢复身材就行 我和老公感情很好 他从小就让着我 护着我 长大结婚了 也依然如此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他操心 我连钱也不管 我很迷糊 管不好钱 发完工资就把工资交给老公 怎么家用 怎么理财也都是他的事 儿子的教育问题也是老公管的 老公从小就教育儿子 妈妈是我们家唯一的女生 我们是男子汉 要保护女生 要对妈妈好 不要惹妈妈不高兴 老公是个自律行动能力很好的人 儿子在他的教育下 也很自律 三岁左右自己玩的玩具就会收拾好 每次吃饭也会乖乖地吃 很少挑食 上学以后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作业 做完作业才会去玩 七八岁的时候家务事做得比我还溜 我的生活让很多人羡慕 老公工作稳定 对我温柔体贴 儿子听话懂事 婆媳关系融洽 父母又很疼我 自己又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因为生活幸福型 所以单位同事结婚 我和儿子经常做缝辈子的妈妈和鸭肠童子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嫉妒我的幸福 儿子十岁 老公生日这一天 我偷偷跟婆婆学习了老公爱吃的饭菜 给老公准备了一桌他爱吃的菜 还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全家人等他下班的时候 却接到了他同事打来的电话 让我赶快去医院 同事说 无处正在给我们开会 说着说着不知道怎么就一头扎了下去倒了 我们大家都慌了 赶忙把他送到医院 嫂子 你快来 我赶到医院 医生神情很严肃地跟我说 疑似脑出血 现在还在做各种检查 出血位置大概不是很好 要马上做手术 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我签完字老公推进了手术室 从不迷信的我 默默祈祷 只要能救活老公 我愿意折寿二十年 可老天没有听到我的祈求 老公做完手术一个星期以后还是离开了我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更让我崩溃的是 由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婆婆情绪激动 心脏病发也去了 三天时间内 我失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两个人 我真想随他们而去 我不吃不喝 不哭不眠的状态 吓坏了父母 他们怕我出事 一天到晚轮流看着我 儿子也懂事地一直陪着我 看着日益年迈的父母 还小的儿子 我决定打起精神来 他们还需要我的呵护 我强忍地悲痛 开始学着做家务 料理家事 以前老公跟婆婆把我宠坏 很多活我都不会干 家里的事也从来不操心 现在都要自己做了 我才知道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有那么多 那段时间幸好有父母帮我 才让我没有那么狼狈 老公和婆婆去世后半年多 公公告诉我 她要再婚了 公公说 小月 逝者已去 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好好活着 小勇也不希望你过得不快乐 公公跟婆婆的感情一向很好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才去世半年 公公就忘了婆婆 开启了自己新的生活 公公再婚后 很少来看儿子 我和儿子去看他 他再婚的妻子也不是很高兴 慢慢地我们就疏远了很多 爸妈和我的同事朋友 一直劝我再找一个 但我真没有那个心思 而且我一直没有忘记老公 我去那里找一个 能像老公对我这么好的人啊 我和再婚老公的见面 源于一次叫家长事件 班上一名叫董鹏辉的学生 学生和同学打架 我作为他的班主任叫了家长 以往来的都是董鹏辉的母亲 这次来的是他的父亲 通过聊天才知道 董鹏辉的父母离婚了 他跟母亲 这次是因为母亲出差 所以只能让父亲来 我叫董鹏辉的父亲 注意一下他儿子的情绪 不要动不动就打人 让家长多关心一下孩子 注意孩子的成长 董鹏辉的父亲一直态度很好 也很配合 没想到这次见面后没多久 我们俩又见面了 父母一直觉得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太苦 想让我开启新的生活 一直托人给我介绍男朋友 我拒绝了很多次 可父母依然没有死心 在一次拒绝父母无果后 为了让他们死心 我只能答应了一次 没想到那次的相亲对象 居然是我学生 董鹏辉的父亲 本来想见面就走的 可因为认识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马上走 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了饭 聊得挺多 我发现他很多地方跟我前夫蛮像 让我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他在约我吃饭的时候 我没有拒绝 我当时也不懂自己的心理 也许是在他身上寻找前夫的慰藉吧 一来一往 我莫名有想对他好的这种想法 觉得对他好 就是补偿以前的前夫 我们来往了半年多 他向我求了婚 我父母和儿子都见过他 对他的印象也挺好 也都同意我们在一起 他对我父母和儿子都十分上心 我没有多想同意了他的求婚 我答应他的求婚以后 他对我说 你有一套房子 我有一套房 虽然我的房子没有你的房子大 但我想我们把原来的两套房子卖了 再买一套大一些的房子 这样以后你儿子 还有我儿子如果过来住的话 加上你的父母也不会太急 我其实是不太想卖房子的 我的房子里有很多我跟前夫的回忆 他也很明确地告诉过我 他不想生活在有前夫印记的地方 但如果我跟儿子去他那里住又太小了 他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大房子给了前妻 自己住的是一套仪式一厅的小房子 我的房子是90个平方米 地段挺好 是学区房 他的房子是单位分的房改房 38个平方米 地段一般 如果按房子的面积和房价来说 肯定我的房子比他值钱多了 我不是个物质的女人 想想我带着儿子 我也没有太多计较 我们买了一套148个平方米 42听二位的错层 到时候他的儿子 我的父母来住房间也够 我们卖房的钱买这套房子还差了一点 我也没计较 钱是我出的 房产证上写上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我们只是简单地领了结婚证 也没有大半宴席 只是摆了五桌 请了一些亲戚朋友吃了个饭 再婚以后 我比第一次婚姻能干得多 一个人生活的日子里 我学会了烧菜做饭做家务 我甚至学会了修理家里各种各样的电器 对前夫我是依赖的 他把我宠成小公主 什么也不用我做 第二段婚姻 我觉得自己应该多付出一些 因为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 我不想让自己再一次觉得遗憾 再婚老公对我也很好 他在铁路上上班 一般坐三休二 跑一次车 上三天班 回家休息两天 我回来也很少让他干活 一般就让他陪着儿子玩 我再婚以后儿子还是很懂事 他和再婚老公相处得也挺好 功课也从来不用我烦心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再婚以后 老公每个月给我两千元做生活费 家里其他的开支都我出 我手上有以前的存款和工资 日子过得也还行 老公的儿子虽然是跟着他前妻的 但他每个星期也会接他儿子来家里住 他儿子原本就是我的学生 每次他来我都会给他做他好吃的菜 也会经常给他买学习用品 买衣服 儿子有的 我基本都会给他备一份 老公儿子的学习成绩不好 没能考上高中 老公不想让儿子上职高 就让我帮忙 看可不可以花钱让他儿子读个普高 我托了朋友 给他儿子搞了个私立高中的名额 赞助的钱也是我出的 没想到老公还有些不高兴 说出了钱为什么不能上公立高中 让我有些恼火 为了他儿子上高中的事 我们几天没有说话 最后是他向我宣示的好 我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 就原谅了他 和他儿子不一样的 我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 那年父亲因为脑溢血 半瘫了 母亲也有高血压糖尿病 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不放心父母 所以就让父母跟我一起住 这也是我跟老公在婚时说好的 父母年纪大了 要让他们跟我一起住 父母把房子出租 租金交给我做生活费 他们自己又另外给了我三千元 父母虽然住在我这里 但他们一个月给了我五千元的生活费 远远多于他们在用度 老公对我父母也算孝顺 父亲身体不方便 他一般只要下班回来 也会帮着父亲一起洗澡 回来的时候也会陪着父亲一起下棋 有空也会推着他去小区散散步 他对我好 我自然对他也不差 他儿子上高中以后 为了让他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 我还特意出钱给他请了家教 一对一辅导 可惜效果也不是很大 高考没有考上本科 读专科还得花钱 老公的前妻说自己没有钱供儿子上学 孩子上学的钱是老公出的 老公当时跟我说 老婆我的钱在股票里套着 你先借我两万 我股票解套再还给你 我没有多考虑就给了老公两万块钱 不过这钱到现在他也没还我 我虽然有些不高兴 但都是一家人 我也没有跟他太斤斤计较 和继子不一样 儿子考上了浙江大学 我给儿子办升学宴的时候 老公虽然也包了儿子一个红包 但说话有些酸溜溜的 大喜的日子我也不跟他计较 毕竟他儿子可是读专科 都得自己另外花钱的 老公的儿子上专科 生活费他母亲给一千元 老公给一千五百元 放假回去还要每次都要问他爸爸要钱 这孩子经得很 跟我相处的也不错 有时候也会问我要钱 我爱于情面都会给他 他毕业以后也没有好好找个工作 基本就是三天大鱼两天晒网 没有一份工作做得长久的 没钱就会来我们家住几天 有时还会带着女朋友 让我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基本上只能用钱打发 有时候我也会劝劝老公 对他儿子不要那么纵容 可每次老公都说 我跟他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我们又都在婚 对他的关心太少 我怎么做都欠他的 到底是别人的孩子 我是后妈 不能说得太多 也不能管得太多 反正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不多 我也就不说了 儿子大学毕业后被保送直博 我也不用太担心他的前程 我想给儿子在杭州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儿子却跟我说 妈 您的钱自己留着用 我自己会努力挣钱买房娶老婆的 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没有问我要房 别人的儿子却问我要房了 妻子谈了个女朋友 女方条件好像还不错 也不要他付彩礼 但对他有一个要求 要有一套不少于120个平方的全款房 老公的前妻说 他根本没有能力给儿子全款买房 让儿子找他父亲解决 老公觉得他作为父亲欠儿子良多 想让我们一家搬出现在住的房子 去我父母那里住 送我父母去养老院 把我们现在的房子让给他儿子结婚用 我肯定不愿意 这房子虽然是两个人一起出资买的 但我出的是绝大部分的钱 老公居然有脸说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我给你 过了十年 房价涨了几倍 他居然说给我十年前买房的钱 我们再婚十年 他每个月只出两千元生活费 家里的物业费 水电费 煤气费网络等等费用都是我出的 他儿子的上学的钱 我都出了两次 我从来没有跟他斤斤计较过 我不同意把房子让给他儿子结婚 他提出 如果你不同意把房子让给我儿子结婚 那我们只能离婚 把房子卖了 我拿一半的钱走人 再婚十年 总得我们的日子过得还顺畅 我不想离婚 但也不想就这样白白把房子让给他儿子 我该怎么办 不想离婚